有一個人他做了議員 但是不是我們說的參眾議員 參眾議員跟國民黨提供的議員 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我待會兒慢慢說 好 我們現在做議員已經比較確定了 早上 晚上 科技 科料 過了 所以你的身分 有人說什麼 換了地位 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對不對 對還是不對 對啊 當然對啊 你變成議員 你還說我們平民百姓 頭腦在那時刻你就罵了 一定要換腦袋 他叫你不要換腦袋是什麼樣的人 媒體嘛 媒體要幫你控制 叫你不能換腦袋 再進去就亂了 還有 你現在是議員 在議員的 新的身分裡面 誰人最大 應該我也問過了 誰最大 你看 還啊 老百姓還啊 你的權利來源是誰人給你 老百姓給你選出來的嗎 沒有啊 你再來二十十年都不用選 你為什麼要看老百姓的臉色啊 他票給你投出來 你的權利是他給你的嗎 不是嘛 所以你是不是要換腦袋了 因為你過去對議員的想法 都是過去國民黨那一套 從下而上 不是從上而下 來 下一張 大家看看 台生 沒關係 下一張 欸 什麼叫從下而上 就是權利還是人民給你的 他從下而上 你只聽他的聲音 聽他的聲音 聽他的聲音 你就站起來 如果是上面給你的 那是不一樣的意思 你今天成為議員 誰人叫你來 中央嘛 你有一部分當議員 不是外面的人給你選出來 不是嘛 來 下一張 欸 如果是這堆人把你選出來的話 譬如說啦 你的選區有 六萬人 十萬人 這些人都是你老闆喔 這麼多人意見這麼多 你覺得大家會 這群人會同意意見嗎 當然不會對不對 你要聽誰的 這是我們現在民主制度最大的問題喔 大家見解就要說 我們聽百姓的聲音 黑白人說的 沒有經過大腦思考才會講這種話 我都是聽老百姓的 老百姓六十萬個你要聽誰的 這裡面有互相利益衝突的 那你要聽誰的 這裡面有權力比較大的 你要聽誰的嘛 那親切說一句話 我聽人民的百姓的聲音 這個人不負責任 因為最後你做決策的時候 你是根據誰的聲音來做這個決策 你是提這個案子 最後我告訴你 港版國民主制度 人民代表自己決定 對不對 我啦 我最大的是我提的案 我親切說 一個家庭裡面 爸爸有爸爸的意見 媽媽有媽媽的意見 你要聽誰的 那你娘就回去了 就賺這個機會 在一些不同意見裡面 磨合出一個 對自己有利的方法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們以前都會這樣 媽媽有跟我說什麼 爸爸說 誰叫你這樣做 媽媽說的 那去媽媽那裡 誰叫你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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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說的 對不對 最後是誰的責任 都沒有啦 回去了 民意代表做這種事 那是那些人告訴我 那些人告訴我 那些人告訴你媽 告訴你 誰有責任 都沒有責任 推掉了 在這個權力過程當中 還有一個人要進來玩 叫做什麼 媒體 對不對 媒體說 我代表人民的聲音 我替人民發聲 媒體又是一個權力 又要進來 本來這裡沒有媒體 但是最近幾年來 那些媒體一直進來 媒體要主導 本來媒體只是一個傳聲筒 那些共產國家的人 說黨的喉舌 對不對 民主國家就是另外一個權力 操作的單位 對不對 現在是什麼 國民黨在控制 所以他的民意就是黨議 他的報紙就是回應黨議 對嗎 所以他會帶人民這樣四個人走 我們現在不是這樣 再來 權力鬥爭的結果就是什麼 貪腐就開始了 就是剛才在生黑 又不用負責任 又會貪污 有誰看到這個好機會 不會進來 對吧 當沒有任何一個人要負責的時候 那就是貪污最好的機會 最糟糕的結果就是 那我下台好不好 就變成這樣 對不對 下台就是放棄了貪污的權力 叫做一種懲罰嗎 也不是啊 所以 重新想過 我們是從上而下 不是說 最終負責的單位消失在民主機制裡面 我跟你說 民主如果是最好的機制的話 我說 民主制度 我們過去都用洗腦 好像民主制度最好 民主制度如果是最好的機制的話 為什麼私人企業不採用民主機制 下個月我們會生產什麼產品 大家投票解決啊 公司的董事長有所有的員工 投票解決啊 怎麼這樣做 不是一個好的機制嘛 大部分是劣幣嘛 不能驅助良幣嘛 而且公司是有投的嘛 這擁有這家公司 那不一樣的意思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在什麼 如果選舉是 或者民主制度是一個好的制度 不是 是一個不好的制度 公司都不會採用 為什麼比公司複雜幾百幾千幾萬倍的 國家的機制 要用民主制度來決定呢 你有受過嗎 公司就不敢這樣做 為什麼國家遠比私人公司 還複雜的一個機制 要用民主制度來表決來決定 當然也不行啊 不是多頭馬車喔 是幾萬頭馬的車子喔 這些地方要走在那裡 無所是從 亂成一團 所以過去 為什麼過去國民黨會希望 你有這種觀念 說喔 投票人民最大 要跟你騙 騙的目的是什麼 他可以操作嘛 他知道最後權力 收到最後是他在收的嘛 他在控制嘛 媒體 中間還扯到另外有趣的事情 媒體是誰的老闆 媒體啦 是聽他話人的老闆嘛 聽他的話 人的指揮者嘛 媒體叫你去看黃色小鴨 你就去看黃色小鴨嘛 媒體說現在 一支電影最好 你就去看一支電影嘛 三綠七安 現在最大條 一禮拜你就第一趟 那是什麼樣的人 會聽媒體的聲音 什麼樣的人 資源回收人嘛 我過去講過 資源回收人是怎麼產生的 我過去講到生存的東西 很基本的事情 我要很短時間說 一個部落跟部落打仗的時候 修台 叫你說 你來打贏 為了水為了土地在燒煎那時候 打贏的人會把劍敗的人 台四嘛 都台了了嘛 過去啦 我現在也說過去 鋪起來了 我覺得這樣也不對 我給你 建議之後 土地變成我的 但是那個人 我以為你台詞之後 沒有人去顧那個 新造船的土地 我變成我自己來派人 他說這不是一個好方法 結果呢 他用了一個方法 我給你更厲害 更聰明 更用的人都台了 村的老老父母 老的那裡 繼續跟我耕作 對不對 給我賺錢 錢以來 我給你聽說 這是現代版的部落戰爭 這種村的人 你我都是村的人 在外的家 騎到二次都台了 對不對 騎到都出國了嘛 老的台灣就是我們這個 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每天忙的 會不會去想國家大事 因為不是他在想的 他是劍敗的人去利用的人 所以他每天就忙的是什麼 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買東東 這人每天就看媒體 告訴他 媒體是他的老大 這就是資源回收人 國民都只要控制這個媒體 就控制你們這一群人 你們的思想都被他帶著走 我們現在民進會的人不是 我們站起來 我們恢復我們正常的身份 我們往這條路上再走 你知道嗎 民主機制有問題 再來下一張 講到這個 那個大堆的人 要怎麼控制 統治 說到這就簡單了 你有人民 人民怎麼統治 你如果是一個國王 你如果是一個代表 怎麼控制這群人 就要有所謂的統治 統治的這個學問的造出來 最早的蘇美文化一准就開始了 到了古代歷史 希臘 印第亞 羅馬 這些 這種所謂的 這種 政府的這個制度 是從這樣子演變 人類是這樣演變出來的 這是過去的歷史 美國的話 美國的 他們產生這些 講到這個我要講一個 在這個 美國的它是兩院制 我們有參議院跟眾議院 為什麼要有兩個議院 這個國民黨回到哪裏 只有一個立法院 我們有參議院跟眾議院 怎麼會有參議院 怎麼會有眾議院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這回到過去的歷史 我用日本來做 過期是日本天皇的時候 將軍 會有很多貴族 後來他們用軍主力線 之後 開始有一些百姓的力量進來了 但是要平衡這個 所以貴族就產生成為參議院 眾議院就是代表平民選出來的 所以眾議院又叫做貴族院 所以眾議院又叫做貴族院 不是參議院又叫做貴族院 平民院就是眾議院 參議院的要求比較高 比如說你很豐富的 還是說你二歲 超過三十五歲 以上也四十歲 才有夠資格來做參議院 眾議院的話比較年輕 在美國的制度裡面 你只要在美國當公民多少年 不用七年就可以當眾議員 參議員的要求更高 對這國家效忠時間比較久 就是這樣 年紀越大的人 他做決策越穩定 考慮的面比較多 所以他就不會這樣 太容易去回應一般百姓的聲音 那就是參議員 在美國參議員只有五十個 代表五十週 每一週選兩個一百個人 眾議院就隨人口的不一樣 比如說這一週有多少人 他投票人就很多個 下一張 這是美國憲法之前 就是寫美國憲法 美國跟我們這個不一樣 我先說美國這個 因為我們讓美國講話 我們好歹也認識一下美國 美國憲法寫之前 他有一個 Preamble 就是在之前的前言 定大方向 我們 在這裡面 雖然是一個句子 那個猜一下 主詞是什麼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他有主詞 他寫憲法有一個主詞 是誰給這個憲法 美國百姓 對不對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日本的成民 誰給憲法 這個主詞是誰 天皇 不是日本 天皇 我們知道嗎 大清帝國割讓土地給什麼 這兩個國王在這邊 我們回的是回到這個系統 我們不是回到美國的系統 我們回到我們身份 回到大日本帝國的成民 的身份 裡面的參議員 眾議員 然後為了這些理由 也有動詞 然後最後 奧運和建立 就是授予任命 使他成立 奧運的意思 以前叫做幕僧 給人 案例牧師 那也是奧運 就是有權力的人 我把權力賦予給你 所以你主詞改變的話 你給你權力的人就改變了 對吧 所以你被任命成參議員 眾議員 知道了 這中間有一些 它規範的 為什麼要寫這個憲法 要規範 美國本來是不同的州 不同的州 除了簡單 不同的小國家 交集合成為合眾國 不然不說美利堅合眾國 United Nations United States State也是國家的意思 不同的小國結合在一起 用聯邦政府的法律 來規範每個州政府的法律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為了聯邦政府的法律 形成生命 要準備三支才可以 生命 過去為什麼台灣這裡有 我見解 過去就覺得奇怪 台灣怎麼都沒有 後來再知道這個土地上 有兩種人 對吧 兩種不同國籍的人 有人說 不是啊 我們那是客家人 我們那有貨路人 那對嗎 不對嘛 台灣只有一種人嘛 本土台灣人嘛 以為自己說 台灣話就變成 福州泉州 漢州的人 以為說客家的話 你就變成客家人 結果都不是嘛 我們是什麼人 本土台灣人嘛 對不對 我們的血統是 白帽州跟五山州的人 不要因為自己的語言 用了什麼 你就以為自己是什麼人 不是啦 你的血統 都上過我的課嘛 你生活老的會 跟你說你是什麼人 過去我們沒辦法 形成共識的原因 尖管我們兩個人 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效忠對象 所以 沒辦法 沒辦法 形成一個群體 我們現在在座各位 大家是 命運的共同體 我們都是 我們中國的村民 所以他的目標很方向 很清楚 也很一致 沒有什麼矛盾 那沒有矛盾 過期國民黨 把你創的矛盾 都可以過去 所以我現在說一件事 有人說 最近不是請 秦民黨來演講 對不對 有人就抗議了 我說不是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的情況是 民進府現在請他們來的原因 不是我們贊成他 是什麼 因為在秦民黨裡面 在國民黨裡面 在民進黨裡面 都有我們的八十 OK 在不同的黨派裡面 都有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因為被迷惑 因為被騙了 騙了 台真 可能要準備麥克風 我這電一直 我們本土台灣人 被人家玩掉了 另外一支 我已經用了兩支 一下有電一下沒有電 幫我充電一下 不好意思 謝謝 所以不管你什麼東派的人來 都可以 對不對 因為我們請他來的原因是 我們要把 認同這項人 被混淆的這項 本土台人在印裡面 叫出來 我們要給你 歷史上的事實 我們要把他 過去迷失掉 那些人都哭哭回來 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藍綠 沒有這個分別 沒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有這個問題 同樣是台中 中國的選民 哪有這個問題 所以美國雖然有參 會有民主黨 共和黨 但是如果真的外國人 來的時候 結合在一起去抵抗外伍 對不對 台灣以後也有民主黨 共和黨 加美國的體制 觀念不一樣 可以形成不同政黨 但是不在中 看民國的 會卡 那種系統 不是 所以你在聽他說 我本來準備考題 我是要怎麼自己講 我說羅書在這裡演講 你是要怎麼去聽他演講 你要從他那邊得到什麼 你有沒有那個討論 就是分別他對還是錯的能力 他講對還是不對 他講這個話 為什麼會講這個話 在他們的系統裡面 他一天到晚挫折 法律是這樣子 實際上操作不是這樣子 他一天到晚在那邊 一天到晚在裡面挫折 那麥克風又死掉一個 來 再換一個 謝謝 OK 接下去 我今天不講 比如說 它裡面幾條 一個叫做設定公益 establish 有沒有 justice 對不對 過去在台灣沒有所謂的justice 沒有公平正義 犯罪的人繞幾圈就不見了 對吧 為什麼 因為是法院他開的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來這裡不是這樣 insure 確保各州的和平 我們現在我們的州的成立 不是 本來像美國是各州 本來是獨立的 合在一起 不是 我們在台日本 天皇頒布憲法之後 給你定義不同的州 為了要方便 聽到人民的聲音 是要聽他們的聲音 provide 提供群體防衛 群體防衛這個 在美國的參議員 終於有很大的權力 可以通過 預算 也可以決定宣戰 但是我們沒有 所以為什麼沒有 你知道嗎 我們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們不是要形成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們是恢復到被佔領狀態 搞清楚 我們是恢復到歷史上的一個正常狀態 而且是中間狀態 還不是最終狀態 是由被佔領地的人民組成的民事政府 的只管民事而已 所以相對來大家壓力沒那麼大了 沒有那麼大 然後促進所有台灣人 過去不是這樣 所有的資源都放在台北市 是不是 所有的預算來致 憋捏的預算百分之多少 都是台北市在吃 因為它是佔領的 剛才市民中國人 所以叫中國僧 村的地方都沒有幫你開發 日本時代我們每一組 那種貫線馬上就通 東岸公路也都通 飛機四櫃開 那就是日本人 這才是說真的要給你獨立 真的屬於他的國土的規劃方式 全部每一個人民都是我秀名的 市民都要給你照顧 沒有所謂的偏遠地區 過去國民黨以前說 這是偏遠地區 下面偏遠地區 這裡面每一個人都是 台北市民地區 那我偏遠地區 沒有偏遠地區 我們這觀念也要拿掉 這一個島來就是偏遠地區 蘭嶼也是很重要的地方 偏偶也是 那我跟他們偏遠地區 什麼山上鄉下 沒有這個 這觀念我們慢慢就改 確保安全自身下一代 你看美國都知道 要確保他自己跟他下一代 怎麼說 我們的校一代 接受他們的教育 你把我簽名 你不能叫我買母親 不能叫我去做兵 還有其他都很重要 我們上一代就用台了 後一代又送給他做小孩 那對 你的教育是學中文的教育 我們的母親去拿著 去用 打在頭腳 被人家糟蹋 我們下一代 現在開始認同錯亂子 就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說憲法 你看每一個國家 要定義他們的憲法之前 都是要保護他們自己的人 來做的設計 一樣 我們的參眾議員主公 對吧 要有這種 關心 這種掛簾 放在心頭裡 隨時都是這樣 下一個 好 這是英國 英國他們的上議院 下議院 下議院 Upper House House of Lords 參與所謂的上議院 下議院 House of Commons 你看後面這些人就知道什麼意思 Lords就是爵士 貴族 我們民進府沒有多 現在 我們是不太 在走向那個方向 我們沒有這樣的分別 但是慢慢要形成這種共識 Lower House跟Upper House 你看 Upper House人比較少 Lower House比較少 都是這樣 你們在記的所在 開的 Pairment Parliament of England OK 下一個 1706年就開始 這是美國的 美國的 Senate 參議院 眾議院 435名 6名沒有投票權 左邊是定數100元 各兩個 他們這是不同國會的標章 你看 還有那個 Seal 你看到國會把你 回覆覆覆覆覆覆 這是一個問題 下一張 這是日本的 我們台日本 但是這是日本 國又不是大日本帝國的議會 House of Counselors 參議院 眾議院 480名 242名 你看數字代表很多意思 上面那間很早就起了 下一張 1889年明治22年2月1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 正式向全體國民公佈 請問一下 大日本帝國 有沒有消滅 沒有 對嗎 只要天皇在 大日本帝國就存在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對不對 我們也知道 人民也知道 這部憲法通過天皇 向黑田清隆首相 親手遞交的方式發布 出名 憲法不是由人民制定 天皇 親手交給他發布 所謂這叫親定憲法 就是 國王 聽 說政 我說的話 就算法律 但是後來再 另外再放一個憲法 來規範這存的事情 這叫君主立憲 所以 因此日本成為東亞首個 第一個 擁有近代憲法的 日本成為東亞首個 擁有近代憲法的立憲 君主治國家 那日本帝國憲法在第一屆 帝國議會召開當天 1890年明治23年 10月29號實施 下一張 這聲音好像不是很清楚 下一張 OK 看到這個 結構圖 那個更清楚 我跟你講 在說 英文的維基裡面 都把你規範下 什麼 二元君主治 那我看二元 國王只有一個 那有兩個權力 所以你的觀念不清楚 在這個解析圖裡面很清楚 誰是唯一權力擁有者 天皇 對不對 統治權的總攬者 接下去 內閣 蘇密院成所 帝國議會 在貴族院 眾議院 這是透過選舉產生 OK 然後陸海軍 另外是統帥 看清楚就知道了 下一個 喂 為什麼不像 逆一下有一下沒有 喂 喂 搞不好是搜訊 OK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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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在中間 喊 後面 後面 啊 一下 底下 等一下 喂 試試 封試 你不要再說 力量的問題 power 不然我站在這裡 這裡可能收訊比較好 OK 要知道我們所恢復的角色自己的身份 重新調整心態 從哪裡調整 從過去國民黨跟你講的一套調整 我們真實身份仍然是對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因為在戰敗而處於被美軍佔領底下 無法效忠天皇的無國籍狀態 再來我們沒有國籍 一樣嘛 我們拿旅行政見 等到有一天換了那時候才真的改變了 並非在正常狀態底下逐步正常化 即使台灣澎湖 諸島美國民政府下的議會制度也是 他們叫做Pseudo Congress 就是假裝是真的一樣 Pretend to be something it is not 我們現在形成的議會不是一個正式成立的情況 也是一個暫時狀態 我們正在模擬回到那個狀態 雖然已經給你們全力開始去實行 但是是一個Pseudo狀態 台灣民政府是被佔領地人民所組成的民視政府 不是自己可以隨隨便便改變 原先所屬的大日本帝國所設定的制度 有人說我們不照歐美一樣 我們不照什麼一樣 去成立我們的議會 不行 原來你沒有這個權力 你權力基礎是來自於上面 你要回到它的系統裡面 就算你要改也要天皇同意 那不是 所以台灣人過去都想說自己正好 我要獨立 一樣 畫獨立的那些人就是這樣 搞不清楚狀況 四個往北衝撞 哪裡都去不了 我們目前議會制度是仿效大日本帝國議會 嘗試運作 方便在未來 一旦美國主要佔領國同意之後 銜接回去大日本帝國系統 你知道嗎 準備要銜接過去 如果是這樣大家壓力就沒有那麼大了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是這樣子 就算讓日本帝國台灣人想在這塊土地上自治 也要照規矩程序進行 無法造次 先恢復先前大日本帝國的系統 並要在天皇同意前提之下進行改變 你知道嗎 頭腦就釐清清楚之後 就不會說那些有的沒有的事情 下一張 OK 這張圖可能早期上我課的人沒有看過這個圖 我只把它圖解看得比較清楚 過去我們部落的形勢 後來台灣人成立大都王國在台東那方面 再來幾百年前 本來幾萬年前我們已經在土地生團了 到差不多三四百年前 西班牙、荷蘭、清國 殖民地就開始一次了 這些殖民地一次 比如說大清帝國 他就用他的姓氏、語言、宗教、教育 自己輸入台灣 所以我們很多現在所謂自己認為是 全州、張州還是客人的人 其實他是受這個文化上的侵略 你自己選擇了錯誤的認同 如果是殖民地的話 就是暫時性的系統轉變 減死的 沒有要給你長時間待下來 暫時性 要跟你吃就要吃 再來 1895年 台灣已經正式讓大日本帝國皇帝建構了台灣的主權 一旦就開始往永久性的改變來進行 到最後大日本帝國領土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這系統已經變了 已經改了 我們沒辦法再改了 目前是要 而且是永恆下去 因為已經變它正式的領土 有人說 不是這樣 現在不是說中文 也不是國民黨在那裡做統治者 那是因為我們戰敗 我們戰敗 但是這個時間是暫時的 但是你不能把暫時的東西當作永遠的 你的暫時的系統去應用 但是你不能永遠 我們的永遠是這個 大日本帝國的所有系統 我們要恢復到這裡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台灣人不知道 想說這是暫時的變成永遠的 所以就一直認同中國那邊 有沒有 有宗詞 有姓氏 什麼陽性宗詞 這都是他們用這個來 不然就忠告 不然就用議員 這在抓你的認同 所以我們現在要恢復這個 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系統要把它推回去了 這個系統 就算這個系統 又不是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系統 它又是流亡的系統 還要後面 又多這個一集 人都沒辦法 還要來台灣把你統治 所以你現在要撞到回去 我們這個也沒辦法 好回去 下一個 過去就是這樣 所以台灣人過去 想說要改變 要推翻 要投票 換總統都可以改 結果都不改 為什麼 因為你是這層 你是這個層次的人 你的名字叫做奴隸 你叫做戰敗者 你叫做資源回收人 所以你上街抗議也沒辦法 為什麼 遊戲規則是上面的人幫你制定的 所以秘書長說 一個舊頭放在那裡 也可以做你的總統 割到傭的人也要做總統 因為為什麼 他是統治者 身分地位不一樣 你割到後面 再出來 結果到很多人也沒辦法 不會改變 所以你過去幾十年來 怎麼會改變 有東話 還有民進黨 還有創成 台獨 都沒辦法 因為你是被統治者 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去顧 上面的 說你為什麼叫這種人 幫我通帝 但是他叫以來的目的 是很簡單 要破壞你大日本帝國的系統 大日本帝國的系統太強了 跟美國甚至於強奉一次 結果我們輸掉了 但是他怕你這個又站起來 所以當時的目的 是要跟你合作 都不頂不動 是這樣他才叫這種人 幫你通帝 但是這段時間又不一樣 中國又站起來 美國又這樣不行 還有日本帝國又站起來 所以我們 何其有幸 我們現在可以在這裡 是不是 我們在歷史上的關鍵點 我們走出來 你們命真是太好了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就變成參議員中議員 OK 現在知道了 來 下一個 這是美國的議員可以做的事情 第一個 Congress Power of the Purse 有掌握荷包的權利 參眾議員有很多權利 比如說印鈔票 他們現在是怎麼樣 怎麼抽稅 都是參眾議員 這是美國的參眾議員做的 但是未來 他們有這個權利 然後還有一個 Congress has important role in national defense 在國防預防 我們知道我們的國防是美國在做的 跟我們無關的 我們是民事政府 我們不是軍事政府 我們在軍事政府底下的民事政府 關台灣人的政府 OK 好 下一個 他們也有這個權利去控制其他的 預算 前面是 但是以這個概念 可以用來我們這裡 為什麼 他們叫做權利的平衡 下一張 我先跳這個好了 我們的參眾議員會跟美國不同 美國憲法是聯合獨立各州的 共同利益所立的法律 但是美國各州都有其州憲法 可以行使獨立運作 1868年4月6號 天皇頒布了 闡述 從塑日本國家制度 理念的五條預示文 那很早就有了 廣新會議 萬機絕魚公論 這句 那時候就產生議會制度 你就要知道 天皇要創議會制度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什麼 他想聽到人民的聲音 他要幫你照顧 但是我剛才那個商品看 那麼多萬人是要怎麼處理 所以就讓你們產生議員 議員就代表所有的百姓 分類 你代表這一群人 你代表那一群人 跟社會 天皇聽得到 去執行這件事情 如果過去的話 接著去世 跟以前的國王是這樣 你反正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就好了 真正愛百姓 愛成名的皇帝會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 自立憲法 讓下面也有選舉上來的制度 聽得到百姓的真正的聲音 過去 這個蠻有趣 過去是透過投票選舉 但是現在聽到百姓的聲音 其實更容易 你們要知道你們的角色 雖然是反應民意 可是還有一些其他的單位 也可以反應民意 跟你在那邊搶權力 是什麼 我剛才講 媒體 對不對 還有什麼 網路 部落格 以後國王在統治百姓的時候 不一定要透過你們 變成這樣子 他可以從別的地方 聽到聲音 Check 所以你們要有其他的權力 代表你們的重要性 我待會慢慢講 你們不是光是聽民意而已 你還要做其他的決策 不是一般人民可以做的事情 你們才可以做 一般人可以做的事情 太簡單了 有很多很複雜的事情 只有參眾議員可以做的 比如說 比如說什麼 像美國他們有自己不同的智囊團 在後面支持你做決策 一般的法案 人民哪知道 不可能做決策 下一張 OK 1875年立憲政體招書 明治8年4月14日 政特此設元老院 以開立法之源 設大審院 已故審判之權 令召集地方官員 以通民情圖公義 逐步建立國家立憲政體 一步一步來 1889年才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正式向全體國民公佈這部憲法 這個我們就講 同時它有皇室典範 意願法什麼都有 下一張 OK 在這樣的憲勢底下 我們還能做什麼 幫助大日本帝國的台灣本島人生存下去 現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嗎 錯 大家都以為錯誤的認同活得 清楚知道什麼是生存戰爭 我剛才說 我們已經另外再考慮起來 都是本島台灣人 我們的心就一致 一直 我們的目標就一致了 跟過去沒有跟我們分開 我們現在已經一致了 一致就是要為到台灣 爬死來什麼 色相 對不對 設想 透過立法配合以及監督行政部門 幫助台灣在廢墟中重建家園 知道什麼是日本帝國的建設 什麼是日本帝國的建設 是什麼樣的水準才叫做建設 不是現在太高低做高低 事件還會不會蓋東西 都賣不到 像違章建築 像以前的難民來台灣那時候 現在的房子庫庫頂頂頂的 就要做一個東西 一樣 那時候是國土規劃 從文化建設 制度建設 經濟建設 文化建設想到來建設 那過去文化都不對了 那沒有代表 大日本帝國的文化 沒有在這裡 那不能有皇民化政策 到中間打斷了 因為戰爭關係停止了 我們現在要恢復 讓我們台灣人知道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民政才能嚴順 名字就要先來正 你講的話 你想的事情這麼對 你如果名字不正 說我是中國人的時候 你做的事情就不對 你要民先正 言才會順 講的話 做的事情才會對 制度建設一樣 我們這個 我說的 回去大日本帝國以前的制度 裡面去做 所以我們來設州 不同的州 我們才有州議員 對不對 州的參議員 中議員 各州 對不對 我們才有不同的省 有沒有 內閣什麼大葬省什麼 那教育本來 以前的股治來進行 經濟建設 說到經濟建設 我待會兒再回來這裡 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待會兒一定要花時間講 台生我還有多久要休息 還有五分鐘休息嗎 15分鐘 可是上課上到12點半是嗎 上到12點 我現在時間不夠 要不要講完嗎 大家需要休息嗎 要到12點半 你待會兒亮一下 10點10分 我有沒有休息 中間有沒有休息 沒有休息 直接下去 好 那我直接下去 我待會兒我來講經濟建設 當一個稱職的銜接角色 台灣民政府是一個過度性質 這剛才說過了 在受到安全的保護期間 真的也建構一套 可供未來後進議員參考的議會制度出來 什麼叫安全保護 意思就是說你現在做不到事情 影響不大 又有議員的資格 然後做錯事情 還可以學 還有比這個更好的事情嗎 因為大家都沒有經驗 對不對 我們可以跟美國講 我們都沒有經驗了 你來監督我們 我們做錯 你不是罵我們 不是把我們幹掉 是教我們怎麼做 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好好學 但是你這個學是要傳承 要團下去 建立以後的典範 以後好帶我們的子孫來做議員 你準備要遵守 所以你這段時間都好好讀書 好好的收集這些資料 你責任也很大 設定第一屆的參議員眾議員 設定議會的文化 美國每一屆新科的議員 國會之後 一部分他不會全換 因為他需要有老議員 帶著新的議員 去學什麼叫做議會制度 不是每一個人天生 我就可以做議員 我是來學的 但是沒有很好的傳統 你每次去學 怎麼穿 怎麼走 怎麼吃 怎麼看 怎麼分析 怎麼蒐集資料 怎麼做決策 這都是人家的 但是你初一代要怎麼 透過上課 透過各個國家 可能出國要去考察 去學人家 是怎麼做的 慢慢建構這個系統 傳承給我們下一代 一代一代團 我們是頭一代 所以安全的保護就是 第一代真的是有grace period 就是很不會有什麼大麻煩 只要你不要做太大的決定 通常不會 不要犯太多的錯誤 通常是沒什麼事情 還不用算 還沒有人跟你監督 來 下一個 不好意思 先停一下 學會傾聽人民的聲音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有人說我聽人民的聲音 雖然聽沒有錯 我們以後的語言是什麼 官方語言 英文 日文 對不對 如果有人說我才不會這樣 這是人民的聲音 你要聽我的聲音 那你怎麼辦 怎麼辦 你要反映這件事嗎 你要教 小語大義 因為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你們都要溝通 他說這是大的原則 我們現在回去大日本帝國 不然你就去做白國人 別的國家的人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的代儀是我們母親的語言 家裡在講 客家話也是家裡在講 但是官方語 因為我們的真實的政治身份 我們必須要使用這個語言 而且我告訴你 議員就是把我們 下幾年來把我們頭 抗起來的主要原因 語言 語言很重要 我們如果開始改變我們的議員 我們的想法就改變了 所以過去中國 立文政府來台灣 頭一個就把你抗拒你的議員 不可以說台語 不可以說一句 我們老婆老婆在台 我們爸爸八十幾歲 八十五歲 就是這樣 普通人間都要去學中文 一樣 我們現在回來 普通人間就要去學日文 跟他們家 因為議員一改之後 你過去所有的學位都沒有效 以前日本地大畢業的法律系 律師回來台灣 沒有頭髮跟他做 以前我住在那裡 我們的老闆 就是日本法政大學的法律 畢業回來做什麼 做代書 很可能 以前那時候有頭髮 台北一中比起來 去日本頭髮 留學回來 結果什麼頭髮都沒有效 因為他不要說這些中國話 那一代人就這樣就不去了 整代人就這樣 議員幫你改 誰都不去了 他說台灣人很漢漢 說話 怎麼沒有漢漢 因為你是用北京的議 叫你去講 你當然漢漢 那不然你用台灣的議員來翻看 對不對 那不然你用日記來翻看 所以他語言幫你改之後 整個我們都倒下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議員 把他翻回來 那不然你像中文 你看中文的媒體 中文的那些是黨的喉舌 你就繼續聽媒體的時候 你收集到的資料都中古資料 中國觀點的資料 當然你的頭腦就改不起來 但是你開始用日記英文之後 世界性的資料你都看得到 你收集到的資訊不一樣 你的思考就不一樣 思考不一樣 你的決策不一樣 就影響到我們下一代 來 下一個 來 這就是經濟節 這個應該都看過 過去講個 我跟你講 我們議員在做決策的時候 先講一個例子 過去有一個號稱是行政院長 好像姓友兒的樣子 他一上任就 跟大家說不可以送花 有沒有 都不准送花 有沒有 結果海溪那些花桑 做人之間 有飯館吃 現在餅沒有飯館吃 關係產業的樣子 都沒了 那就是沒有經過 大腦在思考的 這種人就算來做行政院長 完蛋了 對不對 我們做的每個決策 牽一法動全身 我們想辦法讓經濟活絡 不是要把它合不上 說油價給它漲 因為我們要節約年審探 別人說 美國就沒有這樣做 我們做到這樣做什麼 你知道這做下去影響很多東西嗎 接下去影響到購買欲 什麼東西 你的經濟都停滯 大家都去購買水 不需要去購買 太熱了 不需要去購買 百會公司也要去購買 馬上你的消費就下降了 就影響了 不是那麼單純 所以我們先回到 大家有一個基本概念 經濟是什麼運作的 這叫做經濟 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 過去十六四七世紀 大家花一點時間想 本來啟蒙時期 大家人類過去都很簡單的 經濟活動 到啟蒙時期之後 大家開始研究科學 研究科學之後 就發現了很多技術產生 比如說蒸氣 在實驗室裡面 發現有蒸氣 Vapor 蒸氣可以做什麼 燒東西 燒水就蒸氣造出來 但是有人想到什麼 內燃機 推動引擎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就產生機器 機器可以製造生產 製造生產 製造生產就很多產品 產品 拿飼料去賣 賺錢之後 拿回來做研發 產生新的產品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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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received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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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貧窮這件事情就慢慢減少了 過去大部分人是貧窮的 就是做農 每天朝夕晚禁禪 賺錢這樣而已 交換食物 現在不是了 你現在手機 過去我跟妳說一句話 我走到幾個字里路跟妳說一句話 再走回來 現在不用靠我面對面跟你講話 對不對 為什麼要去做手機了 過去人怎麼不太想 不是過去人比較傻 是因為他沒有那個資源 但是因為這個系統再加下去之後 這個資源就起來了 不只要這個資源在加的是什麼 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裡面 所以到後來就分開來了 共產主義來都穿黑衣 毛裝 列寧裝 這裡就是最基本的 符合人類基本需要 不去想這些恰化的事情 很好 很有趣的世界沒有被製造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在動 過去台灣在什麼 只有在這裡 製造業 我們也不知道這東西是怎麼發明的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不去製造 所以人家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我們製造業 這樣就賺不少錢 但是開始有些產業 開始有野心 就想要去玩這塊 比如說Acer Acer叫什麼 Acer 中文叫什麼 華碩 不是華碩 華碩是 Asus 宏基 宏基就是要做品牌對不對 他做品牌是要做什麼 要供這個市場 結果他沒有這個研發能力 所以就iPhone iPad出來之後 你做的筆記型電腦 現在市場下去了 結果你做品牌不適合了 這個筆電這個 筆錦下來你還在做品牌做什麼 所以他不知道說要做R&D 要產生新的產品到市場 所以他並沒有掌控市場 市場是美國在控制 現在美國的控制什麼 上面跟下面 中間就交給其他人去生產 生產會產生汙染 會大量勞力 這塊給別人去做 他做上面這兩塊 台灣人還要下廁名 還要下廁名 還要下廁名 代工 知道嗎 日本不是 日本也是一個系統在樓 主頭到外 他們都有 他們這個國家裡面的產業 每一個都是有 我們拜一去日本 這個大的經濟系統裡面 我們要找到我們的定位 在這個大的機器在運作的時候 我們是誰 台灣剛才有做製造業 剛才有能力去做製造業 我們的污染我們吃得下來嗎 這都要我們議員去考慮 對不對 這是說台灣要做農業而已 還是供應最好的食物 供應最好的醫療 還是這樣 我們就要選我們的 叫做Niche Market 我們在這個日本帝國的系統裡面 你是什麼角色要去想 那怎麼樣讓這個巨輪停下來 你在尋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讓這個經濟的巨輪停下來 我跟你講 讓有錢人覺得生活很空虛 讓窮人覺得生活很滿足 你這個就停下來了 為什麼 有錢人不會想在網上發展 盡量消費 例如說這樣就好了 人生就這樣 這樣就好了 買那麼多要做什麼 是不是 他就沒有消費 沒有消費就沒有刺激景氣 窮人趕快日子很好過 日本現在有那種叫做下流社會 每天就是上網 不用多少錢 吃7-11變成50塊 如果幾點兩月來越多的話 就完蛋了 下面的人不想往上走 所以怎麼讓經濟社會停止 就是大量的社會福利工作一直做下去 沒有說我們要做社會福利 做到什麼程度 做到大家都不想要做事情 我坐那裡就有在這裡 要煩惱什麼 是不是這樣子 你要想想看 美國很多人是領錢的 不想做事情 那也正成為一個社會的負擔 所以參眾議員諸公 你要想一件事情 怎麼樣在這個運作當中 那我剛才講那個 倒過來怎麼讓他運作 就讓有錢人想要更多 你永遠有最新的產品給他 永遠發明最新的手機 最新的電視 最新的汽車 最漂亮的汽車 對吧 美國在經濟最不好的時候 做了什麼事情 發射火箭到火星上去 大家以前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發射火箭到月球上去 這都是會玩資本主義的人 在做的事情 大家看到經濟很低迷的時候 刺激景氣 製造一個新的希望給人 所以人一直活在希望裡面 一直往前走 經濟就活絡起來 窮人不要照顧得太好 你要努力 你有照顧太好的話 都不要努力了 你覺得日子就好過了 反正像做就懶惰了 懶惰這個 所以日本人 你比較久看到那些人 一定會找一份工作 他如果沒有頭路 回家裡 他們老婆會把他撈開 他想辦法穿西裝 就算沒有工作 穿西裝拿著皮包 假裝去上班 跟賢小 我們就要讓台灣人知道 沒有工作拿到報酬是賢小的事情 還是說你沒有工作 就拿到貪污就是一個問題 你如果不做什麼事情 你拿那麼多錢要什麼 不對的 所以我們要公平的觀念 當然有幾個問題 一個是公私不分 一個是是非不明 一個是短視盡力 公私 什麼是公的 什麼是私的 我跟你講 拿東西去買東西 那就是公私不分 他用的是大家公共的場域 做他私人的生意 可是他沒有付稅 所以漏麻就照出來 給他抽 漏麻也沒有資格去抽稅 公私不分就是產生這種東西 到公園裡面跳土豐舞 也是公私不分 公園是大家的 你憑什麼放音樂 叫人家一定要聽你跳舞 看你跳舞 公私不分 你停車隨便找一個地方停下來 說這路是大家的 是嗎 這是大家的路 你要使用者要付費 就這麼簡單 公私要分清楚 你偷懶公私 你就是把公私的付你薪水 你沒有相對的工作回去公私不分 公私的東西拿回來 橡皮擦沒什麼 鉛筆拿回來 民進軍沒有這種東西 大家都可以用 就拿來家裡用 公私不分 是非不明 台灣人很害怕 是非不明 對的錯的 人沒說 比如說台灣人子官 這個事情有沒有用 不管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結果是什麼 他說塑化劑也把你拿下去 什麼咪咪怪不怕我拿下去 馬上就可以賣錢可以吃 他不覺得這件事情是錯的 他不覺得傷害 生理健康是錯的 所以他下去 我們現在吃的擦菜的油 都要塗的工業用油 給你擦 很好吃很好吃 那飲料也是擦的工業的東西 那個米酒 羅蘇維也不是說 米酒給你擦工業用酒精 可惡啊 是非不明 只有錢就好 短視禁 一些錢就給你騙了 你就去投票了 短視禁 你看到錢 整個人都兇了 我剛才講的就是台灣人的問題 我們的議員 就是要跟這些台灣人 區隔開來 區隔開來 從文化做起 下一個 下一個 這是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的時候 內文 你看到 大日本帝國萬事一夕 天皇之統治 萬事一夕 沒得換天皇的 天皇永遠是天皇 這塊土地的擁有者 台獨的 台獨的人 我繼續說 我說 你有什麼賠償 想怎麼不支持台獨 我說很簡單 你如果要台獨 首先你要打敗誰 打敗美國 因為美國佔領 要打敗美國 第二個你要打敗日本 把日本打敗 第三個 還要抵抗中國 台灣人區區沒有幾個人 你有那個材料 真的很好笑 對不對 那些傻人 台灣人說自己要統治自己 如果這塊人 給台灣人灌 沒有這塊人來灌 那不是更慘 所以那一條絕對死路 這塊人已經講得很清楚 回到大日本帝國體系裡面 下一張 這叫Unitary Government 單一制是國家權力結構 我現在講的稍微硬一點 你就摸看就好 國家權力結構形式 指中央政府擁有所有的政治權利 跟複合制相對 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採單一制 大多數實行單一制的國家 都成為地區行政區域 跟地方政府 來協助管理地區事務 可是他們授權都來自於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隨時廢除 或成立新的行政區域 單一國家制 只有統一的現行憲法 跟統一的法律體系 國家具有統一的立法行政司法系統 接下去就是複合制 下一張 美國這裡 憲法第十條 他會講說各州擁有自己的權利 下一張 複合支持兩個或兩個以上政治 像美國就是 第一個建立現代聯邦制的國家 另外還有澳大利亞、德國、印度、巴西、墨西哥 雖然你在看不同國家的時候 你不要被混淆了 所以這是怎麼回事 你有這個概念就好了 下一張 議會自由稱內閣制是民主制度的一種 特點是政府首腦的支持 而這種支持通過兩種途徑落實 第一個是議會改選後的多數議席支持 第二個是政府首腦贏得議會的信任投票 因此所屬政黨為了贏得議會大選的政府首腦 連同其內閣必須提出支撐 而為通過議會信任投票的政府首腦 連同其內閣也必須辭職 這就是日本 日本有沒有 人家不信任票一投了 全都要換人 下一張 所以一直在換 議會自由稱內閣制 這是日本現在的制度 下一張 參議院 眾議院 大日本帝國先 這邊有了 針對參議院 你有沒有看 帝國議會的地位 規定帝國議會由眾議院跟貴族院兩院組成 全部由民選公選議員組成的眾議院相對 貴族院是由皇族議員華族議員 華族就是貴族在 貴族當不同的藩的藩族貴族 貴族也叫華族 設定議員 帝國學士院會議員 高額納稅人議員 好怕人 所以就會跑到貴族院去 因為他影響力也大 但是美國來修正的時候 他會做一個事情 你看看我們權力是怎麼監獄 這種剝奪 美國把替日本設立一個新的制度的時候 來讀讀看 1946年 頒布日本國憲法中 日本立法機關為國會 由眾議院和參議院兩部分組成 憲法變成規定說 眾議院參議院均為代表全體國民 而被選舉的議員 蓋了 他就沒有貴族了 美國就把它改掉了 把貴族去掉了對不對 實際上最初駐日盟軍總司令部 GHQ所提出的憲法修正案 麥克斯特草案中 國會只由眾議院一組成 這也是事先預估到日本方面的反彈 而故意設置的談判空間 果然日本方面代表提出強烈反對 要求實行兩院制 對此GHQ以民選議員作為前提 這個 同意兩院體制保持不變 我們議員要有這種敏感度 當你自遊戲規則被改的時候 到底什麼事情發生 美國在做什麼巴虎 美國是從哪裡獨立出來的 英國 英國有所謂的貴族院跟平民院 他很小的 美國說所有的人都一樣對不對 所以該大日本帝國憲法 也是這樣在改 所以大日本帝國憲法 就會有這種想法 這是美國人的想法 是不是 他沒有所謂的 他所有人民都一樣 因為美國憲法是人民所組成的 各州的政府 這就是權力鬥爭 人家改憲法在改哪裡 就是改這個媒媒角港 他一改整個國家的那個系統就改了 你們要會看這個 議員要會看學會怎麼去分辨 權力在什麼時候被剝奪 在哪一個字上面給你玩掉了 參議員的任期六年 相較眾議員四年任期更長 另外與隨時解散的眾議院不同 參議院沒有中途解散的制度 通過三年一度的普通選舉改選 一半更換 由於不能像眾議院一樣 通過內閣不信任決議案 但是可以通過無拘束力的問責決議 參議院跟日本內閣的關聯性程度相對更弱 在現行的日本國憲法裡面 從議院政議院共同組成兩院制的日本國會 而在廢止的 其實廢止不能講廢止 但台灣並沒有被廢掉 大日本帝國憲法只是被懸置 大日本帝國憲法 眾議院則與貴族院共同組成日本的帝國議會 現在說的是帝國議會 下一張 這是優點跟缺點 到時候我們有空再看 下一張 OK Check and balance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什麼叫Check and balance 就是美國在設計這個憲法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概念 他不會把每一個議員想得跟天使一樣 那麼偉大 那麼聖結 他想說他很實際 人本來就是脆弱的 所以他講人有好的一面 就是capable of reason 會合理化很多事情 reasoning 把東西邏輯 人有什麼能力 self-discipline 為了達到一個目標 你會自己 self-discipline 控制自己 訓練自己 達到這個目標 人還有一個好處 喜歡公平 所有人都愛公平 很奇怪 不管你是非洲人 還是世界哪個國家 不用經過教育訓練 大家都想公平 你去非洲一個小孩子 你又不能拿來 就開始好 為什麼 他沒有受過教育 但是他知道這unfair 不公平 所以這公平的概念 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這是好的部分 不好的部分是什麼 我們都容易受影響 受什麼影響呢 passion 感情用事 人都是會感情用事 在座議員都是一樣 我也一樣 都會什麼 無法忍受異己的人 無法忍受跟我們不一樣的人 這是我們的天性 我們需要面對這個事實 他會想貪婪 如果不會貪婪 就像他下一句講的 所以他為什麼要設定一個 政府組織要怎麼設計 Madison 美國的憲法 當初起草人之一 If man were angel 如果人是天使的話 沒有不需要政府了 沒人管自己都很好 如果每個人都是像天使一樣 如果這個政府都是天使所組成 來管理人的話 也不需要內部監督外部監督了 因為大家都天使 問題是大家都不是天使 所以需要政府 因為大家都不是天使 才需要內部監督外部監督 參議院眾議院也要互相監督 叫做check and balance 永遠全力平衡 永遠互相監督 這才是合理的 不會假設人是善良的 沒有 我們假設人有好也有壞 混合體 這樣才會制定法律才合理 你知道嗎 In framing the government which is to be administered by men or women the greatest difference 然後在組織政府的時候 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 第一個 你必須要enable the government to control the government 你首先要讓政府有權力 有這個能力 能夠控制百姓 第二個 再讓這個 控制百姓這個政府 自己怎麼樣 control yourself 自我控制 首先要讓你們這個議會 有權力 去制定法律 去控制人民 之後 還要你們自己互相控制 自我控制 這就是難的難 難就難在這裡啦 OK 下一個 所以美國的設計就變成這樣 總統可以否決國會的法案 提名聯邦法官 最高法院可以決定 總統或國會法案違憲 國會可以彈劾總統或聯邦法官 有沒有 就互相一個卡一個 那有沒有這些全部卡在一起 不動的時候 有啊 美國最近就這樣子 立法院跟那個 兩黨政治到最後 票票差不多一樣的時候 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當你的權力到後來 透過互相制衡 再平衡的時候 會產生這個問題 但是在我們的大 那日本帝國議會制度沒有 我們有參議員 眾議員 參議員看的面比較看 看的事情比較長遠 他會控制這件事情 票數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然後眾議員的話 就努力的去展現人民的聲音 也不要客氣 那互相可以互相牽制 那不一樣的想法 不是靠這些 所以行政單位像日本國會一樣 他又有行政權 他又有執行權 又可以控制很多事情 法院 法官也是他任命 然後下一個 下一個 separation of power 把權力互相弄出去 所以這就是他們separation of power的方法 restrict government power prevent abuse 避免abuse 怎麼講 abuse Senate two members from each state current membership 100個 children by state 由州立法員選出 代表他們home state duty insure 這個在1913年已經 稍微改變了 他所有的美國人都可以選 他們自己的senate 跟representative 不再是用州 但是這種修正好還是不好 還不知道 因為過去就是因為有所謂的senate 跟representative不同 才產生buff 緩衝這個錯誤的法案太容易通過 就靠過這種 其實我們的議員 你們已經掌握權力 就要對權力這個東西要很敏感 什麼是權力 權力可以做什麼 權力可以做什麼 這個是要很敏感 來下一張 抱歉回到上一張 你看他們的那句話很有趣 Congress past law hurriedly or carelessly 就是國會通過法案 倉促的通過法案 或者很隨意的通過法案 One house check the other in the manner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奇怪喔 美國居然寫這句話 但是美國的議會 可是要像英國的議會制度一樣 互相制衡 好有趣喔 下一個 這個可能今天不講 來下一個 OK 那議員還要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議題的設定 設定議題 今晚我為什麼講說議題設定很重要 我舉個故事 我那時候不講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怎麼樣 有那個俘虜營 俘虜營裡面關什麼 俘虜戰俘 不是猶太人 猶太人是要集中營 叫俘虜營 那戰俘的時候 他們就設衛少在俘虜營的四周 怕俘虜走出來 結果在德國不是喔 他是怕在裡面工作的德國人 偷偷把東西帶出來 因為外面的資源沒那麼好 裡面的資源比較好 為什麼 他要遵守日內瓦公約 戰俘每天祭祷吃三餐 還要減一個點心 所以德國人 放四名之後在裡面做工作 甚至要偷偷吃的東西 拿給他們家的人家 因為外面比較窮 結果他們的衛少在檢查 每一個人都說 經過他的時候 那個警衛說 袋子打開 空空的 下一個 袋子打開 一直檢查 結果這裡面有一個警衛 跟他裡面工作的 從小一起長大 好朋友 就會說 你什麼樣子我不知道 你一切都要偷偷的東西 但是我檢查你的袋子 都空空的 那是什麼事情 那個人說 你不能別人說 我告訴你不能別人說 好啊 不要說 我偷偷的就是那個袋子 你知道那個袋子是多少錢 我們現在登山那個帆布袋 一個至少一千塊兩千塊 每天偷一個 偷三十個 一個月三萬塊錢 再去買食物 會不會 當然可以 為什麼他怎麼檢查 檢查不到 第一個 他只檢查出去 沒有檢查進來的 對不對 他沒有說進來的時候 是空手出去是有東西 他沒有這樣檢查 他只檢查出去的 對不對 還有他只檢查袋子裡面的東西 沒有檢查這個袋子 是不是你的 為什麼他會這樣檢查 因為長官命令 長官叫你這樣檢查 你就永遠也檢查不出來 因為你議題被人家設定 知道了嗎 我們的議員們 你的議題如果被人家設定的時候 你努力去檢查 檢查不到東西 人家整天把你拿走 所以你要回去看 拉出來 退過來看 什麼叫議題 Agenda是什麼 你要有那個高度跳出來看 才能看得到事情的真相 會的嗎 不是長官說什麼 媒體最喜歡設議題 現在我們大家都關心這個議 好像這是幾議題 不好意思 玩弄操弄議題的 也是要讓你不去注意 特定議題的目的 對不對 他硬是跟你講 一些小孩子被殺還是什麼 可是你就忘記國家大事 對不對 真的你在發展的是 國家大事在發展 你看不到 你就以為社會議題很重要 不會啦 捷運殺人案 結果我們的國防部 一個一個被裁測 沒有人知道 這就是議題被導引開來的 媒體就是轉移你的焦點 你就不會注意到真正的焦點 沒有人工 對不對 國民黨這個要人工 我們不知道 結果自己注意說 最近社會議題的捷運 因為哪的 有 owl价修商炸 什麼 專門注意民生議題 然後過去我們在大家 秦民黨什麼黨也來講 也都一樣 他說他們那樣 他說他一定會 führen 一個 rat 你一天到晚被人家議題 在設定的跑 你看他努力去算都沒有用 你看他只想擠到一塊五尺 結果整個他就去 town 不知道 對不對 我監督 監督什麼 你這邊監督我從那邊拿 你看不到全面 你是這個什麼委員會的 我其他委員會都偷就你這個委員會最清廉 拜的都沒有人要來 這很簡單 所以這是整個體制上把你完掉的 你在這裡面再怎麼做一個盡責的立委也沒有用 什麼我天生給我們使命叫我來做這個立委 今天我沒有改變大局 代表不是你改的 沒有那麼偉大 你怎麼看不 長官 媒體 資源回收人的長官是什麼 是媒體 有沒有 掌握議題要先確認 下一個 還有我們的概念也是 我們不是law giver 我們不是law maker 我們是給予法律的人 給是天皇給的 我們是制定法律的人 是在這個給予者的下面去制定法律來規範 下一個 這個也有趣 參眾議員不是個人 而是一個專業團隊才足以應付 我們請你們一個人出來 你不可能弄罰了 你不可能弄罰了 就算你這個學識淵博 更何況大家都不是 我們都是其他行業 過去我們所有人生經驗 只有一小部分應用到當議員上面 其他你的專業領域 說得不好意思 沒效了 所以你要重新學 重新學要學到什麼時候 人生有幾年讓你學 也不可能學 所以要專業團隊 拜託你做議員 你要審查案件 你怎麼辦 你只要做政治判斷就好了 你需要一大批人在後面支持你 對不對 你要養好幾個議員 以後有國家幫你養 不是你自己養 自己養的話 錢透過你又跑掉一部分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幾個助理幫你申請 你要什麼樣的專業人士幫你 你就提出申請 幫你配支 這樣才對嘛 對不對 那現在 這是美國的議員 你看你每一個人的薪水多少 Average House Annual Series 8萬塊美金 七萬塊五萬 四萬 你看 立法的助理 什麼助理 senior助理 還有 deputy chief of staff 還有負責公關的 負責打電話的 負責幫你訂schedule的 幫你安排每天的議程 要去哪裡 議員你要到哪裡去 議員你接下去要開什麼會 很忙的啦 你需要秘書小姐 你需要幫你安排時程 你需要公關幫你發言的 你需要有人在後面幫你 欸 出去穿個衣服 今天沒有人幫我弄 你需要有人幫你梳頭髮 對不對 幫你整理服裝儀容 教你怎麼去買衣服 你敢有議員幫你走去那邊 也可以啦 但是美國那種情況 專業到一個程度 他是一個團隊 議員本身是一個形象的代表 OK 所以他出去在鏡頭面前 一定要有一個樣子 要自我其他 你的換位置一定要腦袋要換 你誠心在鏡頭 接下去媒體要讓你紅 就會讓你紅 過期那些都會消失掉 現在換成是你們 參議員中原諸公 換成你們出名 所以你就要有一個樣子 不要領帶打不正 要這樣閉上去 頭髮歪去 鼻毛沒有剪乾淨 這都是欸 這不要小看這個事情欸 你要服裝儀容自己要會打理啊 你自己都打理不好 你要打理我們老百姓的事情嗎 我會奉心交代給你喔 不會啊 自己要學會打理自己 打理自己的家庭 不要有醜聞 對不對 以後拿來給人家炒作啊 你號稱參議員 眾員的事情本地國 要做這件事 給老氣 所以自己要有一個 先把家先顧好 老婆安泰好 不能有其他有的沒有的婚外情 對不對 正常的家庭價值觀 正常的把小孩子帶好 這是我們追求的 民政府的希望有一個 好的文化產生 對不對 不然他們基本上都老婆都走走走走 阿嬤亂七八糟都來 還有那個立法委員 在議會電郎裡面說 我是貓你們是老鼠 都帶他好家的 是不是 這個喔 你們要參考啦 你看他們staff title 有多少個人 他們請了多少個人 他們薪水都相當高 只要是專業的話 就需要好薪水 他們提供你意見 比如說 現在哪一個房子要重新建造 國家的案子要通過 要怎麼辦 好我們今天差不多上到這邊 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私底下可以溝通 沒有的話 那個台真 我們留三分鐘讓你們提問好不好 三分鐘 那我們才準時下課 不能提前下課 來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問 一個就好了 外公我們都沒有學過啦 我們都一邊走一邊在學 我只是一個畫家 知道的不多 但是 努力啦 一直增加自己的知識 增加你的capacity 又回到我以前講的 能耐 大家能耐很大的 過期沒有那個機會 給你增加能耐 這個是最好增加能耐的機會 你的位子已經給你了 接下去你自己要去充實自己 人生沒幾年 替自己的人生下一個注腳 對不對 要不然人家回想說 你這個人是誰人 現在不一樣 你至少有一個名字 台灣民進府的參議員 綜藝員 這就不簡單 以後人家回想你這個人 這個人是這個角色 突然之間名字多好 對不對 命好 但是要夠格去把它承擔下來 有夠格 你才有這個格 這個格是什麼 你自己要去裝備自己 你說台日本中國的臣民 你現在跟日本人放在一起 會畢業嗎 你要想一下 從穿蟲、吃蟲 做的每件事情 怎麼跟人家應對進退 有夠格嗎 如果沒有 走辦法跟過去 我們現在又是大兄 是不是哥哥 他們現在必修弟 以前他們是大兄 我們修弟 現在倒過來 但是要讓人家很甘心樂意 叫你叫大哥 不要再說 好啦 叫你阿兄 這樣不行 叫你哥哥 你不夠格 所以你要裝備好 這樣自己有這個 有夠這個格 叫人叫老大 那是大日本帝國臣民 他們是國民 但是他們現在也想過這次 你的身份不會改 已經固定了 我們夾褲三台 現在床 所以你要好好的裝備自己 夠這個格 好不好 來 做起來 OK 請你講 沒關係 他要提問 對對對 是提問 不要動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已經下課 後面就下課 我們私底下回答你問題 不好意思 那個學獎師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大家全都是參眾議員 如何提升參眾議員 現在目前我們要進入這個議會 要如何來提升 而且來幫助我們這些參眾議員 我們大家都沒經驗 好 謝謝 沒有 我跟你講 你講話 以後要慢慢要定義清楚 什麼要提升 提升什麼 Define 除了專業跟水準 再來就是 民政務在我們進入這個議會 不行 我們一次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如何 第一個是提升 第二個 讓我們怎樣 真的進入這個狀況的專業領域 因為我們大家都沒經驗 我剛才講 你不可能去裝備專業領域 你需要團隊 所以以後要有助理來幫助你做這件事情 怎麼提升 大家自己了 已經位置給你了 剩下靠你每一個人 沒辦法逼你去做什麼 對不對 好不好 OK就這樣 來請各位 各位委員請先坐下 先坐下 請先坐下 這裡下課時間還有10分鐘 還有10分鐘 我們下課時間是12點10分 來麻煩一下請老師再繼續的發問一下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這個時間一直在站那10點 剛剛 因為剛才沒有下課上廁所 所以我們先上廁所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要上廁所自己自行 因為我們中間沒有休息 我們也沒有準時 因為我們剛才下課5分鐘扣掉了 我們再5分鐘好了 5分鐘要講故事嗎 好 講什麼故事啊 講我的故事喔 我跟你講 其實我在1987年就出國念書 那時候已經當完兵做完事出國留學 1987年很久以前 我年紀也不小了 50幾歲 往六字頭邁進了 我剛到美國的時候我學電腦 Compute Science 學電腦 電腦我念碩士班 電腦裡面我數學我很喜歡數學 所以我來研究數學怎麼寫program 我寫compiler 翻譯翻譯器 我寫很多東西 然後後來打到背後 我覺得這堂不好 為什麼 寫程式寫到後來年輕人出來了 印度人來了 中國人來了 我們叫做廉價的腦力勞工 我如果沒有升級的話 我就會被淘汰掉 這個也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我那時候下什麼判斷 我說我程式雖然寫得很好 但是我也老 我老了我的競爭力就沒了 所以我要想辦法進到管理階層 你要進管理階層 你需要裝備你自己什麼 管理的知識 你需要商學的知識 所以我為了這個 我又跑去念商學院 念了一個管理學士 為了這個 再從大一念解 因為我過去電腦所學的 沒辦法轉到商學院的東西 所以從business law 什麼什麼都去學 學了拿到學位了 可是中間有一件事情 讓我過不了這一關 我記得那時候念了一堂課 叫投資學 投資學 投資學的第一堂上課 老師叫大家站起來 跟著大家呼口號 我說呼什麼口號 我喜歡錢 我就沒那麼愛錢 我看不出來 可是旁邊的同學都叫得很大聲 為什麼 你只要在股市投資的人 你不愛錢 你來幹嘛 對不對 你一定要愛錢 要把錢當一回事 對的 只是我是不對的人 在那個位置上 所以我就再繼續離開 有人在舉手嗎 有人要提問是不是 來 我先聽他講的 然後我再慢慢解 聽不到 聽不到 不要那麼快把我的字抓出來 民主是錯誤的論述 要看你應用在哪裡 我剛才講 民主如果是那一堆人給你民主的話 結果是什麼 你民主是代表什麼意思 民為主嗎 民是所有權力的擁有者叫民主嗎 還是讓人民做主 讓人民做主是所有的人做主呢 裡面有60萬人 你讓哪一個做主 60萬人裡面有所謂的強勢的 有弱勢團體 你讓誰做主 是讓弱勢團體 還是讓強勢的人做主 你一定會形成一個機制 對不對 那這個機制裡面一定會讓 有些聲音不見 有些聲音留下來 你機制如果設計錯的話 有些人的聲音就不見了 民主不是那麼簡單說的 但是你不能讓那兩字叫民主去騙 它是政治人物 到最後民主的結果就是沒有人負責任 對不對 大家都是主人啊 每一個主人都負責任嗎 所以你不能讓那字了 民主是democracy 英文才是原文的意思 所以你是讓中文去套進中文的世界裡面 用民主來使用 民是老闆的 這種思考來影響 但是原文是democracy嘛 它是一個制度嘛 是怎麼樣獲取 大部分的聲音的一種制度嘛 它不叫民主 所以你就讓中文去喊多條 你知道了吧 要很清楚嘛 解釋清楚嘛 還有幾分鐘 我剛才還沒講完 我想如果說我要去介紹台灣民主 像你老師這種人才 我要怎麼補責任 像我這種人才 太多虛了 你要介紹就讓他來上課啊 怎麼不是 不是 第一個要有辦法去跟他打動他就要去 不用打動他 我跟你講 你們誰是因為打動才來的 我跟你講 只要聽到這個消息有回應的 就是我們要的人 對吧 表示你這個心態對嘛 聽到民主政府的論述的時候 我就來了嘛 我當初 我是真的知道民進府的 我本來我爸爸在晚上不睡覺 我爸爸八十幾歲 上網在那邊 我爸爸建宗第二屆的 上網在那邊查資料 我說爸爸你不要被騙了 我怪怪喔 他說爸爸你不知道啦 你又沒有 又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你就給我反對 你去研究 我這個人就是真的會去研究 所以我去研究 一看了之後我就說爸爸要去刑情身分證 再來我要去上課 不要那麼快啦 聽了聽了就好了 不要那麼認真 結果我真的衝來 因為我覺得它是對的啊 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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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理 所有都對 我們基本人的判斷力 你看到這個就知道它是對的啊 反而是過去一頭 國民都會講 都不聾嘛 那你人要有這個能力 你看到對的事情 對的事情要做 不是看它有沒有用 所以說民進府才會行 我說這不關的 對的事情我就不去做 好啦 回去講我剛才還沒講完 唸完電腦以後 唸氣管 唸完氣管以後我去唸藝術 我又從大學開始唸藝術 學畫畫 那一年我已經28歲了 學畫畫以後我就唸到研究所 我就到常鎮臨冰大去唸藝術研究所 唸完研究所以後 我去唸另外一個研究所 唸比較宗教研究所 所以我告訴你 看的時候 有的不都藍作的就是這樣 因為我學的很雜 哪個都不鑽 都會一些 不好意思 卡拉圖 請問我的課筒 OK I should insist Our spirit of this congressmanship Is according to the empire of Japan This whole system Instead of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ystem OK Above us There's kingship there It's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we are under his jurisdiction We establish this congress So it'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so-called democratic system That will be my conclusion for this I want to change the people in Taiwan In the past 60 years We've been influenced strongly by the so-called exile government They give us the wrong perspective Of so-called democratic system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empire of Japan We know what we are doing Then we can have the right spirit for the congress We are for the people We are representing emperor To take care of the subjects Alright That's my conclusion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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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